维基解密,谷歌退出中国事件由周永康李长春主导,7月26日中共大外宣发布中国改革开放人物李长春引发舆论再次对李长春当年构陷逼退谷歌的关注,据维基解密公开的机密电文。 除李长春之外,当年攻击构陷谷歌的,还有中共前常委周永康和刘云山广告,据看中国编译的维基解密系列之一,披露中共前常委,媒体沙谎李长春构陷谷歌为非法网站中共政府采取商业行动来针对谷歌上述维基解密的是,2011年8月30日公布吧,一份美国驻北京大使馆,2009年5月18日。 发往美国华府的电报,电报代号09被人1336保密等级保密,Considentia电文中称,李长春曾经尝试在谷歌输入自己的名字,发现了大量他的负面消息,他还注意到了从谷歌中文Google,CN主页上有到谷歌全球网站Google,COM的链接因此他认为这是一个非法网站。 李长春要三部围住最有可能的是工业和信息化产业部,国务院信息办公室和公安部,写一份有关谷歌的报告,要求谷歌停止其非法活动。 其中包括到Google,COM的链接电文摘要称,谷歌中国的总裁李开复,在电话中,讨论了中共施加的压力。 要求审查谷歌的中文网站里,开复断言问题的根源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宣传部长李长春,他希望谷歌从谷歌的中文版本Google,CN上去调连入不经审查的谷歌全球网站Google,COM的链接电文称。 李开复在电话中,谷歌正面临的任意更加的审查压力。李开复说李长春最近发现谷歌的全球网站是不经审查的,并能够用中文搜索,并得到检索结果电文。 还说李开复称移除到Google,COM的链接有被谷歌的原则。 尽管中国市场很重要,谷歌的领导层已明确拒绝做出这样的改变谷歌,已正式但礼貌地告诉了中共。 李开复说和他们对话的中方人员,当时明显不高兴,说,他们会把此消息报告给李长春。 李开复表示谷歌中国一直抵制这一做法,因为他又被谷歌的原则。 尽管谷歌已采取了其他一些小的措施来试图安抚中共到迄今为止,此战术一直不成功,中共已采取商业行动,来针对谷歌Google的作用名是不作恶。 未尽中国大陆前也不对内容,做过滤中共十六大前夕,江绵恒去信息产业部502所视察,用谷歌搜索江泽民。 头三条的结果都是隶属江泽民的邪恶,从此交细就决定扶持百度,甚至2002年一度搞域名劫持,把中国国内对谷歌的访问定向到百度百度的知名度,由此飙升。 2006年谷歌进入中国对中国大陆的搜索也进行内容审查,尽管如此,谷歌仍然受到了中共有计划的攻击。 特别是,2010年年初时谷歌,发现中共正系统性递入侵谷歌的电子邮件账户,于是愤而让搜索引擎业务退出大陆。 当时,国际舆论都认为一般攻击只是因为中共想刺探海外异议人士的通信内容。 现在看来背景非常之大这竟然是江泽民、周永康、薄熙来等为了逼走谷歌,让百度一统天下做出的精心安排。 李长春周永康和刘云山下令逼退谷歌,谷歌搜索引擎业务退出大陆不久。 纽约时报,引用为机解密公开的美国外交机密电文称,除了中共政治局常委李长春之外,下令中国黑客攻击逼退谷歌网站的,还包括中共常委周永康和宣传部长刘云山。 报道说,美国驻北京大使馆向华盛顿拍回的电文透露,中共领导层对互联网抱着又爱又恨的心态互联网,一来可以为他们搜集外国,特别是美国的情报,但同时又深恐,它被利用为颠覆中共政权的工具。 这封电文也记录了中共涉嫌,像包括谷歌在内的外国网站发动攻击的细节,攻击开始时以针对美国政府和军事数据为目标电文,引述一个了解内情的中国人的话说,掌管中共文宣工作的李长春,亲自下令向谷歌的伺服器进行攻击。 中共向谷歌施加的压力,除了要求它的网站,铲除所有有关天安门等事件的资料外,还向美国施压要求谷歌,降低旗下谷歌地球的卫星照片的解像度。 因为如果恐怖分子利用这些高解像度的照片,向中国进行攻击美国将要负责。 电文透露当时美国一名外交官员告诉中共谷歌,是一个私人企业,他会将中共的关注转达华盛顿。 但他不知道华府会如何处理这个问题。 另外,维基解密公开的一封2008年11月3日的电文内容显示,美国发现中共在一次黑客入侵行动中,取得美国政府某个部门内超过50个赵卫元组的电邮,以及所有的用户名字及密码。 2010年年初的一封电文说,根据灵通消息,透露,谷歌最近受到入侵的幕后布局者是中共。 电文引述知情人士说,谷歌遭到入侵,经由国务院新闻办协调,由李长春和另一个常委周永康亲自监督不过。 电文引述的知情人士还提供了另一个版本,协调攻击谷歌伺服器的工作。 由中宣部部长刘云山出面,李长春和周永康在过去多个事件上批准这些行动。 2010年初,正值谷歌宣布退出中国之际,北京大使馆发回华府的一封电文中,引述一个知情人士的话说,中共国务院新闻办下领导层,发表了一份难以掩饰喜悦的报告。 宣称经过了谷歌事件以及采取人家监控的方法后,互联网基本上已经受到控制。